正不过刚开学 今天我儿子学校就要求学生验血做体检 我没让孩子参加体检 当老师问我儿子为什么的时候 他说我妈妈不让 学校以为这是孩子自己的想法 就联系我确认 孩子说的是不是属实 没想到啊 是我和儿子说的是一致 甚至更加严肃表明了态度 就算免费做 我也不让孩子做 我并不是因为经济原因 我不让孩子抽血体检呢 而是有其他的原因存在 我是源于孩子的隐私 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不仅是孩子的身份信息 家庭情况 主要是孩子体检的结果 血型信息 器官等等数据 都是重要的隐私 到学校采样的是什么样的机构呢 采样后的数据被送到哪里呢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如果自己家孩子是稀有血型 那泄露隐私导致后果谁来承担呢 即便是被盯上的概率很小 但是仿患于未然 我认为我自己的做法没有问题 我还提出了质疑 为什么突然之间临时通知验血呢 如果是常规体检 孩子可以做 没办法 学校最终也没能抢华孩子参加 说到这儿啊 大家想一想 学校安排集体验血是为了父母节省时间 还是不当家长的工作呢 近几年来学校体检是越来越多 但是体检验血之后呢 学生根本看不到体检报告 而且很多孩子莫名的就失踪了 这也是我阻止孩子 不让他参加学校集体验血 是正确的 我觉得 学校方面呢 不能强迫学生必须参加体检 如果学校需要体检报告呢 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医院去体检 你们家孩子所在的学校 突然是为了孩子验血做体检 并且你本人也看不到验血报告的情况下 那你会同意吗